有请开工召集人李大 挺贵 挺贵 这是从哪儿学来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开工的新生活 今天的主题我们叫大校开工开心生活 答案组告诉我真的有开心这个词 新旧的新 就是不是什么鞋影稿 意思是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打开新的局面 不管什么事都能遇到新的转机 我说也不用什么事都转机 你坐飞机的话还是直打比较好 开工 新年就用这么一个梗开始了 第一周大家过得不知道怎么样 我知道很多人不适应 但是我不一样 我就不喜欢过年 非常喜欢开工 你不开工的话怎么赚钱呢 到今年是很难理解那些 还说不想开工的人 经过了2022年 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还敢说这种嚣张的话 对吧 我现在状态就是赶紧 搞快签合同 快点 对吧 能带几个脱口演员去 不能带 就我自己更好 真的很热爱工作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我一说我每天喝酒你们就信 说我每天工作你们就不信 你看啊 这个 你像李白啊 他也是有工作的 就写诗嘛 对吧 他喝酒 你们就叫他 叫他什么 叫他诗仙 我也是喝酒 也写段子 叫我酒鬼 更多的是叫我别喝了 就是为啥呀 今年呢 真的不一样啊 今年确实 行情 就是经过了2022年 大家的这个 对工作的状态都有改变 像王建国呢 都开始主动地要活干了 也开始管我叫弹总了 那一刻就知道我们的友情变质了 我说行吧 正好刚开工就有个活 我帮你联系一下 咱回头见 国仔说别回头见 今天就定下来 因为开工没有回头见 不光是国仔 今天呢 主动要活的朋友 也都来到了现场 让我们欢迎一下 国仔 缅子 孟窗 缅缅 管制 小家 土屏 去年年底 我也开始直播带货了 想弄一个那种日播的直播间 就是不光是我自己去播 就是他们呢 平时没活干 就去那可以有个班上嘛 是吧 演员都很开心 说哎 我来你这直播间上班 能拿多少钱 我说没有钱啊 就是纯上班 商品的价格 不一定能打下来 特口秀演员的价格 肯定是可以打下来的 而且这些人特别坏 都在我直播间下单 为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呢 就是过年 有个别人送我的礼物 都是在我直播间买的 广志还开玩笑啊 说你看当总 我在你直播间买完了 再送给你 是不是这个就叫刷单 我说 我不给你钱 就不算刷单 去年除了这个带货主播 还有另一个工作 我是一个生活方式博主 也就是天天在街上 街溜的 天天在街上溜的 喝酒 然后经常被人认出来 认出来呢 就还算了 经常在这些社交网络上 刷到震惊 街头惊陷活着的礼蛋 这有什么好震惊的 然后还有什么震惊 街头惊陷清醒的礼蛋 这个确实很震惊 清醒的礼蛋 我都很少介绍 挺好 大过年的 我今年呢 还会继续坚持 我的街头自媒体工作 也希望我能在大家的视频里 好好活着 我们今天除了各位带来一些脱口秀呢 还有一个巧妙的开工规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大屏幕上 现在有九个格子 上面呢 是我们对新生活的九个期待和愿望 天天下上 校口常开 红韵当头 余额爆炸 开年最强 贪吃不胖 自由自在 广泽善员 这些活本断 然后呢 这听起来都是好词 但是翻过来 有的是惊喜礼物 有的是一个挑战 如何去翻这个格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他们在说脱口秀的过程中 现场150位朋友们 你们听完之后觉得 真的开心到了 就可以把你的开心值送给他 大家可以看看这边的进度条 每当这个开心值 累计超过 一把把 三把把 四把把 七把把 最后这个九五把以后 就有机会翻开一个格子 给新年讨一个好彩头 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们的规则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吧 来 大屏 停 好 自由自在 我们来看一下自由自在 后面是什么 那个麻烦后面的老师把这个选项去掉一下 好吗 格子保留后面再自换一下 没事不换 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抽到这个 在正式开始之前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找工作 租房子 找服务 上58同城 选择超多 开工了新生活 感谢 为奋斗者加油的58同城冠名播出 感谢天思集团 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的大力支持 你真牛 红牛挺你 感谢飞鹤买粉的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客户 感谢 今天第一个要上场的是国仔 大家都知道国仔 这么快啊 没事 没做好准备 光想赚钱不想干活 怎么Q你还一哆子 以前很宅啊 只要他不想出门 谁叫也不管用 今年竟然疯狂地催我开工 都在想 这还是我认识那个建国吗 不如现在就让他开工 过程中不要忘了开心职 掌声有请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好快啊 五分钟就开工了 很高兴来到这个开工了新生活 休息一个假期了嘛 现在开工一周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个主题嘛 主题叫大笑开工 开心生活 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这个心情是吧 开工还大笑 这几乎就是疯了呀 真的 但是不开工是不行的 刚才老李也说了 毕竟过年的时候是吧 也没少花钱 去年啊 也没多挣钱 你今天 我专门给我爸妈买了一个大冰柜 因为啥呢 因为我不是常年在外面租房子住吗 我深知家里冰柜小的这种痛苦 我不能让我爸妈也吃这种苦 我买完之后我爸妈很激动 说孩儿啊 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家的东北了 你说你那个冰柜放到阳台上 我去就这么说吧 就那个冰柜就 运不运行 都能动上 就是你这个冰柜跟立柜 它是一个效果的 是吧 家里也是谁来谁就夸呀 说你儿子不愧在大城市工作过 买这个冰柜玩不查店 过年不还得买点新衣服吗 是不是 完了年前 那我带我妈工厂厂 工厂厂之后 但我一般是就很省钱的那种人 我妈看上一件羽绒服想买 我说你先别买 我就把那个牌子记住了 完了去上网搜一下 看网络商城里面 同牌同款的多少钱 你看 除了邮柜来需要两天以外 其他的都很划算 我就跟我妈商量嘛 我说你要是现在买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但你如果再等两天 说能便宜三百 这位聪慧的女士请问 你怎么选择 我妈说等两天便宜三百 那等四天说便宜六百 我说那你 照着你这么说 你再等时间再长一点 咱都不用花钱了 我妈说咋还能免费呢 我说你看咱一直扛到开村 咱不就不用羽绒服了吗 然后现在过完年 不是要开工了吗 其实我挺高兴的 因为去年 我就没接着多少活 因为哥们的知名度在下降 业务能力在下降 工作机会在下降 是吧 降过降 老了吗 就是 现在也不敢降了 降不动 因为主要老了嘛 老了完了之后各方面 是吧 工作能力也不行 完了你就跟我说开工的 我当然非常开心了 什么休息不休息的 你说按哥们这个发展势头 只要再过不到两年 想这么休息怎么休息 但是想工作 已经工作不了了 我租的房子在上海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呢 就是前两年 我工作的时候 我哥们还挑活呢 为啥 就因为我的原则 就是不出上海 我租的房子在上海 我们宅男没有别的追求 就不能出远门 你再说了 我花那么多钱租的房子 我出个远门 一来一回 在路上就两天 那房租是不是亏了 但是按那个势头过两年 你说房租交不上了 可啥整呢 完了我年底 我就接了个活 去到长白山 我经纪人 这还在损我呢 哎呦长白山呢 这可离家不近呢 我说你快闭嘴 赶紧把合约给我签了 离家不近 搬家还不容易吗 完了之后我就想 如果18岁的我 知道了这件事 那就得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说王建国 你宅男的尊严呢 你为了工作 你连门都出 还出这么远的门 这样的人 我都不想看到你 你以后你哪儿凉快 哪儿待着去 对不对 你现在的我听到这话 就会说 好嘞 我看长白山 就挺凉快的嘛 这里男人状态不好 对我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 我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 才华横溢如我 也会真的一个字 都写不出来 是吧 以前我就觉得 以我的才华呢 这辈子是不可能用尽的 没想到啊 34岁 是吧 这辈子到了 现在啥也写不出来了 就每次写稿的时候 在家里走啊 溜达 旁边人问啊 你找啥东西呢 我说找我的才华呀 我去年放这了 现在怎么就没了呢 但是功夫不负苦心人 哥们找了半天 虽然才华没有找到 但找到了天师集团红牛 喝了以后 感觉红牛在帮我打气加油 告诉我 你站着我红牛挺你 让我勇于尝试 敢于突破 整个人非常有勇气 别急没完整个人非常有勇气 自己跟自己说 写不出来呢 算个事吗 还有啊 还是得有点信心 新的一年 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就来罐天师集团红牛 维生素风味饮料 喝红牛维生素能量饮料 工作 反正我今年呢 好多事想的都很清楚了 是不是 34了 过年35了 不用非得干出点什么来 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今年我甚至准备开始锻炼身体了 我准备先买一个走步机 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体和事业抱有同样的期待 就是跑车跑不动了 我再陪大家走两步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